好好学佛 好好修心 记住了 做人像菩萨 你才能成菩萨 学佛人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在人间 不计较任何个人的得失 好好地学佛 好好的修心 我们就拥有了菩萨在心中 所以我们要有境界 在人间忘记一切烦恼 才能享受明天的光明 我告诉你们 好好学佛 那是我们做人唯一的道路 因为我们虽然在人间 但是我们照样可以脱离人间的六道 因为我们的境界在菩萨 我们虽然在人间 那就是一个人间菩萨 最后希望大家都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 去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让这个世界到处呈现出佛的净土世界 人间需要太多的菩萨 和善良的人和好人 需要像菩萨一样 为众生无私奉献的人 学菩萨就要做一个 有益于人民的人 有益于国家利益的人 学佛要内修存 外修静 一辈子要利益众生 要实践人类精神的净土化 有益子要利益众生